发动机一直被视为汽车的技术核心 而作为国内豪车的代表 奔驰宝马的发动机技术 也是各大车企的标准答案 随着奔驰GLC宝马XC新车陆续发布 我们也看到了德系 BBA对2.0T14这个最重要汽油发动机的最新理解 因为烧机油的问题 目前宝马在意的B48TU发动机名声不太好 但这并不影响宝马对这台2.0T发动机 做进一步升级改造 在全新一代宝马XX-23车型上 我们就见到了B48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横置平台全新升级版本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 首次配备了BMW第二代 iXG48V轻混动力系统 其结构与宝马5系轻混系统完全不同 数据方面 这台宝马XX-23i的最大功率150千瓦 最大扭矩320牛米 低端车嘛 数据不太好看可以理解 但在技术方面 新的B482.0T发动机 却首次融入了米勒循环 电喷加直喷 高滚流进气道等先进技术 搭配48V轻混的能量回收 能做到7.1S破百的加速成绩 和6.5比7.2升每100千米的低油耗 2021年8月上市的国产奔驰C级 已经换装了M254系列发动机 但全系都是1.5高的排量 只有海外版才有M254 2.0T版本 先说说动力数据 新一代M254 2.0T发动机有 150KW350NN 190KW400NN两个版本 虽然不如魔改的M139 但数字在这个排量中也相当好看了 而作为迭代发动机 全新一代M254系列发动机 相比于上一代的M264和上上一代2.0T 最大的改变还是彻底的电气化改造 轻混版和插混版都是没有取轴皮带轮系组件的 油泵 水泵 压缩机都是电驱 基本就是M256 3.0T发动机扇了两个缸 技术应用一个不辣 除此之外 M254系列和M256系列都配备了 以IS聚电机为基础的48V轻混系统 相比于目前市面主流的48V轻混车 梅塞德斯奔驰选择把电机集成到了发动机和变速器中间 从而实现发动机和电机的完全结偶 功能方面 这台IS聚电机可以实现更高效的动力辅助 进行技术方案 但在具体思路和进度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